各位親愛的頭朋友大家好 我是顧德顧林鴻象 歡迎收看優質節目頻道 大家好 贏家應對 路遙君馬力日久見人心 今天是3月31號 禮拜三 台股今天下跌123點 受到16431點 量能3328億元 好 各位親愛的頭朋友 台股今天重挫白點 今天跌了白點 市場有幾個理由 告訴你今天為什麼跌白點 第一個理由 親民連假 親民連假賣壓出籠 這個理由可以接受嗎 可以嘛 好 第二個理由 臺灣先生谷月寒 谷月寒市井 台股泡沫化 金管會 1萬6相對高了一點點 所以有危機意識 好 第三個理由 我認為這個理由比較重要 這個理由相對比較重要一點點 台積電董事長 劉德英先生 市井 28奈米 重複下單 重複下單 我不曉得你對這句話 重複下單你解釋 理解多少 我們之前是跟你講過 待會兒再跟你講 台積電力積電 28奈米重複下單 疑慮 代工廠回應 聯電跟利基電 客戶需求端仍然非常強勁 劉揚偉 鴻海電動車提前起飛 現在鴻海跌了多少 跌了將近 鴻海跌了跨4% 今天鴻海2317鴻海 鴻海今天跌了4.24%的驚死人 鴻海今天跌了4.24%驚死人 這一根 這一根出來 我們告訴你 他要進入箱形整理 3月19號 鴻海這一根 我們告訴你 他要進入橫盤整理 然後利用 叫MIH大會拉高出貨 我說這則新聞MIH的開會 就如同什麼 就如同CES展 德國漢文威展覽 台北國際電腦展 利用利多拉高出貨完之後 進入箱形整理 我要講對的 好 各位現在投票 我們今天要跟你講這則新聞 劉德茵市井 28奈米重複下單 雖然28奈米是一個成熟產業 他不是一個先進產人 好 但是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之前在節目告訴過大家 我說過什麼 我說現在全世界都在搶台積電的產能 那我搶不到會怎麼辦 我下三筆你才給我一筆 那我就重複下單了啊 之前節目這樣講過啊 我下三筆你才給我一筆訂單 那當然重複下單啊 那科技泡沫化 為什麼會科技泡沫化 科技泡沫化就是因為我下游跟上游 重複下單嘛 到後來他會去發現 嘿 為什麼需求端 為什麼需求端 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啊 供給端太多了 重複下單到成供給端太多嘛 來我們來看這一段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先生 昨天以台灣半導體產能協會 理事長身份出席年度大會 三大因素導致全球晶片短缺 這個都OK哦 更出現重複下單的狀況 事實上全球產能 全球產能能大於需求 事實上全球產能仍然大於需求 供給大於需求 當我下游端重複跟上游 重複下單的時候 因為我下三筆你才給我一筆嘛 我就重複下單啊 上游最頂端就重複一直製造啊 到後來變庫存嘛 庫存就引爆嘛 然後就變成泡沫化嘛 就開始優多半空嘛 我們之前在節目講過 很早很早很早之前就講過了 今天你來驗證了 你驗證了 好 再來 台積電 我們要跟你講什麼 台積電 美元升值到93.434 我們來看一下美元 看一下美元走勢圖 美元走勢圖 已經來到93.437了 不是434了 437了 我在做資料的時候是434 現在 這裡是434 現在已經437了 怕死人 還有93.437了 怕死人 美元 美元在這裡 我們告訴你 反彈打出第一隻腳 拉回第二隻腳 那時候台幣還是強的 那時候台幣還在升值 我說兩個不可能脫鉤太久 要嘛就是美元強台幣扁 不能美元強台幣也升值 不可能美元升值台幣也升值 不可能啊 短時間可能會有時間的誤差 那個短時間的誤差就是轉折 那個短時間的誤差就是轉折 就是我們昨天在節目告訴你的 340又欲金光 昨天我買這裡 我買這一根 這一根我告訴你 30%的機會會產生 觸底反彈 如果今天是我控盤 這一根我就開始點火了 這一根 3月24號轉折 我就點 我就一根 如果是我控盤 易俊光老闆如果找我控盤 這一根我就轉 我又轉折 我就點火了 昨天 昨天拉高 我賣1 2 這個就是真功夫啦 這個就是真功夫了 現學現賣 從美元 美元 資金大板塊移動 公債殖利率 NASDA 猶多辦公 台股15983 到4月落空關鍵點 我想表達 這一切一切的真功夫 我們在4月10號 要交給我們的會員 4月10號 李鴻相 會員專屬 籌碼轉完課程 今天功德圓滿 這個方案到今天正式結束 公德圓滿 這個活動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我們台北廠 場地依然爆滿 台北廠場地爆滿 所以希望所有的會員 歡喜心來上課 這一次要教你什麼叫W底 什麼叫V型底 什麼叫轉折 我們教你好多好多東西 這一次上課記得把手機帶來 第一個可以錄音 第二個可以拍照 不是嗎 所以這一次上課 台北廠爆滿 剛好位置 嗶嗶嗶嗶嗶嗶嗶 剛好全部坐滿 歡喜心來上課 這個活動到 已經正式結束了 流向 我如果明天4月1號 愚人節 明天4月1號愚人節 我如果明天要報名 可不可以 欸 欸不行 抱歉 我參加你會員 我不能去上課 是 抱歉 我又沒有說 我一定要讓你上課 我又沒有說過 我一定要讓你上課 是啊 你可以下半年再來上課就好了 下半年再上課 這個活動4月10號 今天功德圓滿結束了 記得帶手機來 帶手機來有很多功能 第一個可以拍照 第二個可以錄音 這一次的上課 我們叫天馬行空 台北廠 電腦打開 看到什麼就講什麼 絕對讓你 豐盛滿滿 好 來了 各位親愛的同朋友 從3月 從昨天 這是3月23號 3月23號 這個你看過了 這個就不用再講了 最經典 最經典就是3月25號 本破最低一點 15944 最經典 這一天我告訴你 5分K產生向上轉折 昨天我告訴你什麼 昨天大盤 昨天拉高結算 昨天摩台拉高結算 副台起拉高結算 我說就日線而言 日線而言 他完美無瑕 但是就5分K而言 他已經產生多頭敗筆了 今天就拉回了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轉折 這個叫真功夫 好奇問一下 我的節目名稱叫 贏家應對嗎 對啊 我的節目名稱 這個名稱已經用十幾年了 我節目名稱以後能不能改成一個 叫做轉折大師 這樣會不會太臭屁了一點點 以後我節目名稱把它改成 轉折教父好了 這樣太臭屁了 太狂傲了 轉折大師 應該是可以啦 我們要教你如何 和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轉折 其實我學股票做那麼久 說實在話 我想跟很多人講一個觀念 做股票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手機我又忘記關了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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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我又忘記關了 對不起 很抱歉 就我自己操作股票的過程中了 我們來聊一些概念 趨勢每個人都知道 做股票手中趨勢 這個每個人都知道 你知道我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什麼叫趨勢 兩點低花一條上升趨勢線 兩個高點花一條下降反壓線 這個你知道 我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兩個低點 兩個高點 那個期貨可能幾百點了 股票可能 股票可能已經30% 40% 50%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什麼叫轉折 你要知道什麼叫空單回補點 你要知道什麼叫買點 產生買點之後才有趨勢可言 這是最難的 等到你看到趨勢 兩點低花一條上升趨勢線 你不會畫嗎 小學二年級都會畫 兩個高點花一條下降反壓線 你不會畫嗎 每個人都會畫 其實那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東西 我說錯嗎 真的啊 兩個低點花一條上升趨勢線 兩個高點花一條下降反壓線 兩個高點花一條下降反壓線 這個小學二年級就會畫了 所以這沒什麼 重點是在轉折 在這裡 這支K棒 這支K棒你那麼看得出來 昨天賣掉一分之一 今天做到二回 這才是真功夫 這才是你進股市裡面 你要去追尋的 真的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 非常謝謝我聯絡巷的會員 共襄盛舉 好 這個活動 我們今天正式圓滿 太期待 4月10號 4月10號下午兩點半 我們開始上課 4月10號下午兩點半 開始上課 我們要開始來拿迪賽 他能夠交電腦打開交多少 我們就講多少 我們就講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 今天有什麼新聞 看一下 這個 谷月涵先生事情 台股泡沫化 他說兩萬點會來 只是時間雜晚 我個人傾向不太可能 我個人傾向不太可能 聯電 利基電 客戶需求單非常強 通常我的經驗值 一定是大阿哥 大阿哥才會有重複下單 理論上你一定是 把單子下最好的 然後 二阿哥 三阿哥 一些 露露屑屑看能不能 輕一些 你知道意思嗎 一定是大阿哥 市場的No.1的人 才會重複下單 那二阿哥 三阿哥 四阿哥 人家不要的這些 露露屑屑 你能不能多少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是還好 台積電那一則新聞 真的很重要 所有頭部的行程 一定是 供給大於需求 供給大於需求 造成價格崩盤 然後開始往下殺 那一則新聞真的很重要 所以 我在看到2412中華電信 主體成功 3045遠傳 不是啊 台灣大各大 主體成功 4904遠傳主體成功 看到這些 再將財機電重複下單 我跟你講 4月份 我不敢講 5月份 6月份 震盪會很激烈 4月份我不敢講 5月份 6月份會震盪 非常非常的劇烈 先講好 最好把安全帶細好 最好把安全帶細好 骨色對手只有自己 每走一步都是超越 所以昨天我們告訴大家 5分K 我說 就日線而言 拉高結算完美無瑕 但是就5分K而言 它已經走落了 昨天我們這樣子講 今天馬上跌白點 馬上跌白點 永將 什麼事 你如何看出多頭見落 這個很簡單 我的會員都知道 4月10號 我們會教你 4月10號 我們會教你 只是這個方案 功德圓滿結束了 4月10號 我一定會教你 如何看多頭見落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要告訴我 今天跌白點 是因為清明假期 賣壓出龍 那個叫做 後知後覺 那個叫做 後知後覺 從這裡產生5分K 轉折向上 到昨天 太厲害了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由大而終再小 由大 三月多空關鍵電 接下來要開4月 4月怎樣開 關係到台積電的走勢 轉折K 15983 這個就不用再講 支撐點 16410 不能破 再次講一次喔 16410不能破 老師 說不定明天就破了 有可能啊 有可能嗎 16410不能破 破了就產生擴張型 好 台積電 我的看法 台積電從這裡拉高往下打 台積電 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 台積電在這裡 這一天的時候 我說它假跌破 再反彈再殺 台積電 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在最恐慌的這一天 571的時候 我說它會假跌破 然後再反彈起來 再殺 到目前我講對喔 到目前我講對喔 拉回喔 我講對喔 四月多空關鍵點很重要喔 開得漂亮 台積電往上漲 我看它沒有 沒有 那我就不會買它 如果台積電 四月多空關鍵點開不出 開得不漂亮 台積電就會 先講好喔 拉回我要買喔 也許買這裡 也許買這裡 但是拉回我要買 這裡的轉折我有抓到 這裡的轉折我有抓到 這裡我買這裡 我賣615我也有抓到 這裡我也有抓到 這裡我也有抓到 所以喔 我下次的節目名稱改成轉折大師好了 應該不會太臭屁了 好 開玩笑的 來再來 鴻海 鴻海間諜4點多趴 這一根出來 這一根出來 你能不能知道它進入橫板整理 這一根出來 你能不能知道 它就要進入橫板整理 這支 當全市場告訴你 鴻海MIH大會成立的 一千多家 會員參與 然後打造台灣第一台什麼 電動巴士 我這樣講我對鴻海的看法還是一樣 它的轉機性比台積電好 它適合你定存 但是它是舊長線 長線 是這樣子 所以你 我這樣講 長線的個股 你做長線的個股 你做長線的個股 一定是利用利空打滴線來買 如果今天你是要做短線的標股 你今天要做短線的標股 只有一個方式 就是追 就是利用爆章雜誌的媒體 就是追 如果你要做短線的標股 就是追 沒有第二句話 就是追 就是盤中最強 你就去設非標 你穩好 它會繼續漲 繼續漲 你穩好 追在最高點 就開始下來 射停損就好 但是 如果你做長線波段的 老師 我要做半年 一年 兩年 三年 如果你這樣 適合台積電存股 那當然是打滴下來 打滴到月線 季線 年限才去買 你怎樣意思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做長線的 那當然是利用利空打滴下來買 那操作觀念完全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一根 這一根為什麼我們就讓它進入橫盤整理了 我又知道你要講的 4月10號 4月10號 我們要跟我們的會員上課 這個方案 功德圓滿結束了 已經沒有了 永相 什麼事 後悔了 後悔了 後悔就後悔了 也不會怎樣 每個人自己的行為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就好了 下次不要再後悔就好了 活動結束了 活動結束就是沒有了 你後悔了 後悔就後悔了 不會怎樣 下半年再來上課就好了 就這樣子 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你是成年人 你是成年人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大力光 站上2990產生空單回覆電 拉回2915是極短線買點 我說這邊漲一波漲到底 利用配息的利多一波到底 從3600現在3200了 一張四十萬 三張一百二十萬 你可以買一台CRV 你可以買一台老婆 我沒講錯 我沒講錯 一金光 更經典的 更經典的玉金光 這一根 我說的30% 觸底反彈 如果今天是我控盤 這一根 我就進場了 我就買了 70%破底翻 雖然市場都期待它破底翻 但是如果今天玉金光我控盤 我這裡就會開始拉 我這裡買 昨天我賣掉二分之一 所以我現在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我現在剩下二分之一嘛 對不對 剩下二分之一 要嘛 它突破 五二八以上 突破五二八以上 突破五二八以上的賣 不然就打低下來 到我的成本 我少賺 資金收出來 就這兩個走勢 我這邊已經 逢高 獲利了結二分之一啊 要嘛 它突破五二八 突破五二八 我全數賣掉 不然就它打低下來 到我的成本 好 我不賠小賺 資金 落代為安 就這樣子 所以玉金光 我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好 好 三養開探 今天產生V型反轉 流向 這個哪叫V型反轉 我怎樣看都叫三重底 我怎樣看都叫三重底 為什麼它叫V型反轉 我們兩個看法不一樣啊 它產生V型反轉 昨天有告訴大家什麼 我說今天很重要 希望它帶量突破下降反壓線 今天馬上補量 我解套賺錢了 流向 看你這樣子小人得志這樣子 又沒賺多少錢 從這裡1月5號 1月5號 1月5號 今天3月30日 套那麼久你還敢講 套三個月你還敢講 為什麼不敢講 為什麼不敢講 我光明磊落淡淡淡喔 我有虛尾照講嗎 我有每天帶你設備標嗎 我有漲的時候拿出來講 跌的時候不敢講嗎 沒有喔 我每天講啊 多少頭顧老師每天測標都在換股票啦 多少頭顧老師每天節目測標都在換股票啦 那種人你會相信嗎 我靈魂像光明磊落淡淡淡 為什麼不能講 從這裡 這裡 我買進 買進這邊賣1分之1 這邊重新買回來 這邊再賣1分之1 今天產生微型反轉 今天產生微型反轉 說實在話 賺錢賠錢是一回事 我常講過一句話 身為一個頭顧老師什麼最難 你的股票這樣子跌跌跌跌跌跌到這裡的時候 你敢不敢講 你要不要講 還是 老師 我們趕快啦 換股操作好了 射停水 這也是個方式啊 沒有對錯啊 你也可以在這邊 氣他不顧啊 老師 我們趕快啦 射停水換股操作 你也可以每天講啊 我那時候為什麼堅持每天講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張字卡 我說我買的股票 不是買這裡 就是買這裡 如果當初買進去 如果的切入點不好 他頂多也只是從W底變三重底 就算你買我零紅象股票 到後來你都會解套 我不會幫阻力出貨 我不會叫你買這種 漢訊就算肩漲停板要如何 你買420你要合年合月才會解套 你知道什麼嗎 6150漢訊就算肩漲停板如何 你買這裡的人你要合年合月再解套 這個 所以每個人都做股票都知道 做股票 做股票你要先立於不敗之地 什麼是不敗之地 你要如何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李小龍講過一句話 我不害怕練過一萬種踢法的人 我只害怕一種踢法 練過一萬次的人 你能不能 對一個操作 逐出底部 你對它產生強烈的信任感 那是你的新股權 當全市場每個人都在鼓吹告訴你 你要支支漲停板 你要買強勢股 你為什麼不把一招 底部選股的邏輯把它練好呢 一招底部選股的邏輯 我那時候買這根長紅棒 它沒噴出去 下來我買這一根 這一根是不是這一波的最佳起漲點 是 昨天有告訴你什麼 我說昨天 他要突破這一條下降反壓線的 今天必須帶量補上 昨天是不是這一波最佳起漲點 是 當你能夠把這一根 這一根 這一根 每一根關鍵轉折 可以把它學起來的 那個就是最佳起漲點 那個也是關鍵轉折 那個才是真功夫 那個才是你進股市裡面 你窮盡 一輩子 的力量 你要去追尋的 如果你能夠找出這一根 這一根 這一根 不錯 剛戶而流 我只能這樣講 我時間差不多了 我把其他個股交代一下 這個 這個 是 這個 這個 你都驗證了 這邊買 這邊賣 最佳起漲點 這邊加碼 這邊賣1.2 我講對講錯是一回事 我一定每天告訴你 這邊買 這邊再買 最佳起漲點 這邊賣1.2 圓林 這邊買 最佳起漲點 這邊賣1.2 這邊買回來 同一超 這邊買 這邊賣1.2 開基地業 這邊買 這邊賣1.2 跌破 下影線我射停損 神盾 這邊我買進 市農工商 我買 最佳起漲點 昨天我買 經濟檔個股 豐1.4 買這裡 講完了 其實我剛才講過一段話 一段 語重心長的話 每個人都知道 做股票 手中趨勢 但是在形成趨勢之前 它有轉折 K 關鍵起漲點 那個很微妙 那個很微妙 那個登彎誰講 那個就是高手過招的地方 那個就是高手過招的地方 這個轉折K 登彎誰講 就是高手多空一瞬間 然後之後才有空單回補店 之後才有買店 最後才有趨勢可言 當你們看得懂趨勢 兩點低畫一線高 小朋友 國小二年級 你就要來畫 他還畫線給你看 重點是在這裡 關鍵轉折K 那個才是成就你 一生格局的地方 好不好 公司目前有個優惠活動 希望你好把握 節目最後祝福你 操作順利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我們下次見 每天